图网络,文真妮,现在生活条件好了,人的寿命也延长了,活到八九十岁都比较普遍,一百多岁也不稀奇。 活得健康,活得长久是每个人都追求的幸福,可是又有多少长寿的老年人是健康的,或者说是长寿而能够自己打理好生活的。 前几天,看了一期央视热化节目,一个七十多岁儿子照顾百岁老爸老妈的事,北京七十三岁的老爷子,照顾仍然在世的老爸老妈,老爸一百零一岁,老妈九十九岁,双双谈话在床十年,老爷子自从十年前搬进父母家,就没有离开过。 从早忙到晚,比照顾两个孩子还累,一天之中,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,要将一百四十多斤重的老爸,从床上抱上抱下,洗漱,吃喝,拉尿很多次,照顾两个老人吃顿饭,就要两三个小时,先将各种食物混合打碎。 在一口一口,味道两个老人嘴里,还得抽空去买菜,接孙子,一会不得闲,看得人心里又压抑,又郁闷,从六十多岁开始,到现在七十多岁。 十年来,天天如此的照顾两个老小孩,不知道老爷子内心到底是什么感觉,从视频上看,老爷子好像还挺乐呵,不知道是什么支撑着老爷子,能有如此的耐心和毅力。 将两个卧床的老人照顾了十年,而且还要继续下去,要说是无怨无悔,有点虚伪,心中的苦和无奈还是有的。 这个年龄的老年人,应该是享受晚年悠闲时光,安享晚年的时候,却长期被长寿而不能自理的父母拨度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。 即使带孙子也比伺候两个不能自理的老人,从精神上,要轻松得多,当女带孩子,看到的是一天天长大的希望和未来。 长期伺候不能自理的老人,是无怜中的压抑和煎熬,感觉这样的父母很自私,不能自理的长寿,却是以牺牲自己儿子的全部生活为代价。 不但做父母的活不好,没有生活质量,还要拖累年时已高,的儿子不能有自己的生活,围着生活不能自理的父母团团转。 健康长寿是我们每个人都很向往的,但活到不能自理的长寿,却不是一种好现象。 从儿女的感受看,每个人活着都有权利享受属于自己的生活。 如果父母的长寿是以剥夺自己儿女,自由享受他们生活的权利,这多少都有点残忍。 如果是这样,作为父母于心可忍,从父母的角度看,如果活着没有任何生活质量,寿命的延长,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